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多謝大家收聽這個影片 今天我會說完之後的 其餘的5個APP 你需要的移民去卡卡里 即是我們的Part B 希望能夠幫到你 因為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經歷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APP 你覺得好用的請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 第一個APP要介紹 叫做Kijiji 這個APP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你可以找一些二手的東西 來購買 而這個平台也可以給你賣 當你不需要的東西 裡面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找到的 譬如買車 買單車 iPad 手機 或者一些名貴的東西 甚至是你可以找到一些 旅行車 即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找到 而且有些人都會 可以放一些工作 或者你需要租地方 都可以用這個平台 如果是我 我就會給四顆星 out of five 因為對於移民來說 有時候你不想每一樣東西都買新的 你可以買二手的 也有很多其實很好的質量 是另一個選擇 又不需要付稅 二手的當中 所以對我來說 我自己曾經買過兩部iPad給我兒子 買一張飯桌 亦都買過電話 即是另一個選擇 所以這個平台 這個App 是很普遍的 在這個卡吉利的當中 而這個App 就叫做Calgary Transit 是一個Calgary交通工具 一個App 來幫助你坐巴士 或者坐鐵路等等 這個App 都幾好用的 因為特別你 如果你不開車 或者很需要的 用公共汽車交通這個服務 告訴你時間 幾多分鐘 去到巴士站 到上車 到下車 是需要幾長時間 是很多細節 也都很有用 如果給分 我就給三顆星 對於移民來說 都是很好的 特別你初到境 不知道怎樣去 不知道怎樣去不同的城市 這個App 就非常好用 特別在你冬天 你都不喜歡 在零下二十度 或者很冷的情況 等巴士 而這個App 真的幫助你 如何去知道 計算所有的時間 由在家 走到出去 再上巴士 到達這個目的地 所以一個 對於新移民來說 真的很好用的 第三個App 我就會介紹 就叫Uber 這個App 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 有時候 找的士 都不容易 也可能比較貴 Uber 只要在電話上面 按幾個按鈕 告訴你 你要去的地方 很快的 就見到很多不同的車 在你周圍 你可以選擇 你需要去的車 來到這個地方 顧無思議 我們知道 價錢 是很重要 也不需要擔心 為何咬這個價錢 如果是給星 我就會給三顆星 因為當你住在卡卡里 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有 有意外 你可能沒有車用 你需要去一些地方 叫的士 有時候 真的很麻煩 用App的時候 就已經叫到 是做一個緊急的情況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而且價錢 也都不太貴 也都很簡單 容易做到 如果你有車的時候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需要 但如果或者 有意外的時候 有這個App在旁邊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第四個App 就叫做 Skip the Dish 這個App 就用來叫食物 有時候 你都不想離開家 叫食物 因為可能在這個疫情 底下 可能你就想 出吃外面的東西 但有這個App 就真的可以幫到你 叫一些快餐 中餐 披薩 漢堡包 日本食物 一些 Pub的食物 等等 Skip to Dish 是Kalgary 最盛行的這個App 特別在Kalgary 很多人都用這個App 來叫食物 那我就會給三顆星 Out of five 那在Kalgary 其實去一處地方 去另一處地方 有時候真的很花精力 因為路程都幾軟 特別有時候 你想吃外面的東西 但又不想外出 又想有人來到 去擺你家裡的面前 這個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特別是 食物有時候很熱 質量也很好 如果有時候 例如說 外面很冷 你又很累 做完事 有人呢 拿到來你家裡 可能是花多 十幾二十分鐘 那 亦都有食物的時候 真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個App呢 就介紹到Amazon.ca 這個App呢 真的沒有人不認識的 特別在Kalgary 或加拿大 所有人都知道什麼 叫Amazon 因為一個網店 來買東西 給Credit Card 跟著呢 就有貨物 一個星期之內 大概呢 就來到你門後 了 每樣東西都可以買到 也都沒有東西 你真的可以在這裏找不到的 也都去呢 賣很多的 不同的電子書 有Kindle 或者 看電子書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個呢 可以說是 全北美呢 最厲害的 一個網店的一個App來的 如果給我呢 我就會選 4顆星 或5 特別是新移民 當你有時間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上去呢 去玩一些你需要的東西 如果在冬天的時候 你又不想出街 按一按個按鈕 就有 夜一個星期之內 來到你家 還有都很便宜的 所以有這個App 真的可以給你有時候 去計算一下一條數 可能去Walmart的時候 你又很想知道 究竟它貴不貴呢 按一按Amazon 去看看 就知道自己的 價錢是不是最好 都給我一點時間 我講一下 那我自己呢 覺得呢 人生裡面 我們要不斷尋求一些東西 譬如我們 不懂一些東西 我們會尋找 或者我們需要一些東西 我們都會去尋找 但可能有些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譬如說 我究竟在這個地上 去做什麼呢 是為了什麼而活呢 有的時候 我們就放下 想都不會去想 而沒有尋找到 聖經有一段經文 就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即有時候想回 如果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打開聖經 去尋找一些 我們可能想要 問的一些問題 如果大家可以的 請訂閱我們 我們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 或者可以看回 我們之前那段短片 Part A 頭五個APP 或者可以看一下 Livington社區的 獨立房屋 究竟是怎樣